晚上好 马上来看今晚有哪些焦点新闻 大马今天的冠病确诊人数又创新高 高达3337宗 政治圈又有一位领袖确诊冠病 为了分担政府医院的负担 私人医院将会保留至少10%的床位给冠病患者 安华号召全体国会议员致函请求援手撤回紧急状态 更多国内新闻马上来看医院14号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嘉炫 新闻开始有国内冠病疫情 不过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如今就连死亡病例也有增长的趋势 不过针对有脸书网民说 自己的父亲死于冠病 但其他一起下降的患者却没有被列为冠病死亡病例 让他质疑目前的冠病死亡数据 其实已经超过了1000宗 对此麻醉皆深切治疗专科医生努力亚尼就解释说 只有死于冠病第四以及第五阶段的患者 才会被列入冠病死亡病例当中 他举例如果一名死者是死于车祸 遗体经过冠病检测之后呈阳性 而且还是处于第一阶段 那死因还是会被归类为车祸 不过有鉴于遗体质有传染性 因此必须要以冠病遗体的方式来处理 另外由于政府医院的医疗体系已经不胜负荷 卫生部即日起征用私人医院的资源 要求私人医院设立专属病房 接受并且治疗冠病患者 大马私人医院协会主席古吉星就透露 该会跟卫生部开会之后 已经指示私人医院保留至少10%的床位 给冠病患者 一家私人医院也对新州日报证实 政府医院不会再接受私人医院转介的确诊者 所以所有的私人医院必是要自行接受 并且治疗冠病患者 古吉星也补充 基于政府医院比较有经验 所以该企会将会跟卫生部拟定相关的机制 来学习并且训练如何应对冠病患者 换个焦点 冠病病毒冲入了政治圈 继三名土团党党籍和一名乌统党籍的政府部长 还有国中议员相继确诊之后 今天高龄83岁的乌统元老 东姑拉沙利也证实感染冠病 根据了解 拉沙利最近曾与确诊冠病的吉兰丹 能吉里州议员阿多阿兹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而消息指拉沙利目前的情况稳定 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 接着有学校开课的相关问题 随着学校即将在1月20号开课 教育部就指出在MCO地区的学校只有考试班的学生可以回到学校上课 其他非考试班的学生则要维持居家学习 至于在CMCO还有RMCO地区的学校则可以进行面对面教学 不过如果学生人数比较多 可以在获得州教育局批准之后采用分阶段上课时段 而如果在考试期间进行的时候学校被指示关闭 那么只有考生能够返校参加考试 这些考试就包括了SPM STPM SPM等等 外界对于政府颁布紧急状态有赞有谈 而其中一个公民社会组织改革平台就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这不利于议会民主和基本民权 同时也侵害了公民自由 此外该协会的协调人被握力也指出 三权分立是民主政府的关键 不过如今随着紧急状态的落实 没有一个机能能够来制衡政府让人担忧 因此该组织就呼吁民众 踊跃地响应反对慕尤丁紧急状态运动 另一方面在紧急状态期间 国家元首阿多拉殿下已经预准政府成立一个 由朝野国会议员以及医疗专家 共同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来评估冠病疫情 对此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打击尤丁就证实 已经在昨天致函给公正党主席安华 要求他提成三名人选加入这个独立委员会 而安华办公室的消息人士表示 确实已经收到通知 不过他们要做的是要求取消紧急状态 公正党中文脸书今天发文指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号召全体国会议员致函给国家元首 以撤回紧急状态好让国会尽快开会 安华也直言支持国盟政府的议员人数在减少 因此慕尤丁所提出的紧急状态建议不具合法性 今天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